受过于荣雅福利协计会的陈佩柱 日前在富裕馆招人池葡萄砍杀 今天紧急就医 于22号凌晨试点宣告补治 县长林明珍由社会处长邻居文陪同 前往南投兵营馆慰文家属并置证慰文金 陈佩柱的父亲陈联宏表示 凶手太残忍 却希望施法最就位 另外家庭经济教会困窘 也希望县府能帮忙 有那个富裕馆帮忙叫宣政府来给我们慰文 那你觉得那个厢手会很惆怅吗 这太惆怅了 因为这个孩子我是从小时候跟他招招招 这个孩子虽然说他会到残葬来说 他人一直争利 真劳实 真劳烈 您县长表示 陈佩柱是富裕馆外包清洁工 申请应工补去较为困难 但由于家属家庭困窟 先府会利用社会之云想办法照顾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因为他是外包的 所以应工补去就比较困难一点 那么我们另外因为他家庭也很困难 他太太也没有工作 小孩子又小 他爸爸年纪也大了 在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县政一定会想办法照顾他的家庭 让他有后顾之忧 因为事情的发生是很不幸的 我们以后还是要来防治 类似这种事情的发生 希望大家都要忍一时 就是能够海阔天空 不要一时的冲动造成 后悔 后患无穷 希望大家所有的 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忍耐一下 银县长同时指出 未来要努力防止这种不幸事件发生 也希望大家忍一时之气 才能海阔天空 不要因一时冲动 做下难以挽回的遗憾